主持人 副局長 然後各位同盟 大家午安 我今天頂高進行後來這邊 跟大家介紹的秀文化 現在對我們臺灣 未來可能會產生的衝擊 我們在圖上大家可以看到 有美國今年8月 ISAC 颱風對南部所造成的影響 它造成的損失很大 但是最慘的其實是今年10月底的時候 三級颱風對美國東北部 尤其是紐約 新的本島 還有 New Jersey 州這兩個地方 所帶來的影響 這個影響其實到現在為止 我們知道已經超過了500億美元 這些情況告訴我們說 其實像美國這麼強大的國家 面對氣候暖化所帶來的衝擊 雖然知道 可是它所承受的損失 還是非常非常嚴重 我今天特別跟大家講的是 現在我們看到的氣候暖化所帶來的影響 過去我們會有暴風 洪水 永遠風 地震 海嘯 這些都會給我們帶來影響跟傷害 但是現在它的影響 傷害 所表現的形態 它的頻率 它所帶來的規模 跟我們一起已經開始不一樣了 為什麼會不一樣來說 是因為我們開始有了人類的介入 人類所帶來的影響 給我們所造成的傷害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這是去年一年 二零一年 全球自然災害在我們地球表面 所分布的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 不論是哪一個國家 不論是哪個地方 其實我們都說 災害遍地 尤其是美國去年一年 它有這個綠色的天氣災害 有藍色的水溫災害 以及有黃色的高溫乾旱森林煙火 所帶來的氣候災害 除了這個以外 給美國帶來的影響 其實過去一年 它在這個自然災害的影響 就是等於今年三年台風 一個台風 所帶來的影響 五百萬元 可是最嚴重的 其實還是紅色的 我們可以看到地球臥底的災害 這種災害 它過去發生的頻率比較低 但是它的災害的性質 所帶來的影響是非常非常地重 尤其是日本 它變成了一個 我們地球歷史上面 首先的一個複合性災害 它除了發生地震 因為在海裡 所以附帶了海峽 更產生是影響到了核電廠 它的安全 所以這種自然加上人微的這種複合性災害 是我們未來要去面對的一個新的挑戰跟課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自然災害的樹木的事件 所以不但是打破了過去的紀錄 它也告訴我們說 它的規模尺度 都跟過去完全不一樣 今天我們回頭去看這些事情 其實它是以其來有次 原來就是因為我們人類改變了地球的平衡 這種平衡從大氣 然後現在衍生到海洋 更進入到我們的地殼 在大氣方面 我們可以看到 過去七百年來 我們在大氣層裡面 改變了大氣層的維持氣體能量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在圖章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三種保溫式氣體的組成 外奧化碳 甲環 跟氧化氧氮 它們用不同的顏色 紅色藍色跟黑色來表示 在過去我們第十年代裡面 它在大氣層裡面的含量非常的穩定 也非常的精準 更非常的奇妙 它變成了我們地球 非常重要的一個保溫的一個機制 但是從工業革命以後 它的含量增加了太快 太急 同時帶來的衝擊也非常非常的嚴重 大家看到這個像什麼呢 就像我們的飛機在這跑道上面開始起飛 然後現在已經飛上去了 也就是說現在我們在大氣層裡面 所放進去的溫式氣體能量 這麼多 這麼大 這麼急 讓地球在短短的三五百年的時間 三五百年的時間裡面還來不及 把我們人類所造成影響 把它修正 彌補 或者是消除 因此在未來的三五百年之內來 我們人類會因為改變了大氣的組成 改變了太陽輻射到我們地球能量的 這種冷氣速度的改變 而大幅地改變我們整個的自然環境 我們未來第一個在大氣層方面來 它的溫度只有越來越高 大家在圖上看到的是IPCC上一次的報告 這報告告訴我們說 從工業五百年 一千年一直到現在來 我們地球的溫度它本來就會有一個自然的起伏 這自然起伏它過去的數量很不合 它的步驟很平緩 在比較高溫的時候 我們叫做中式季暖期 它的平均溫度以這個地球的尺度來說 也不夠高半度 然後接下來它會進入一個小冰期 也就是氣候變冷 然後這個小冰期它的幅度跟我們的平均溫度來說 直到半度 大概只有0.3度 但是就這樣子的高溫起伏 其實是改變了我們人類的環境 我們的政治 甚至於我們的歷史 以我們中國來說 這就是滿旗 就是我們中國的唐壽元的時候 我們在冷旗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明清的時候 明朝被滅亡主要就是因為氣候非常冷 帶動了生產的減少 再加上政治制度的不健全 也終於就把他們的江山公手 讓給了這個大清帝國 再舉個例子我們台灣來說好了 在1622年的時候 荷蘭人第一次登陸我們這個台灣 然後到了1642年 曾仁宮進入台灣 再把荷蘭人感受我們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正是這個小冰期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的台南 高雄 平東 在冬天的時候都是下雪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一個相對比較冷的時候 我們台灣的氣候 我們台灣的環境 跟我們現在其實是非常不一樣的 接下來我們看到 我們進入了所謂的工業革命以後 我們有精準的溫度測量 但是我們看到它只有一個方向 它的溫度越來越高 而且幅度越來越快 從過去一個世紀來說 我們在全球溫度的上升量來 將近有一度 過去地球要上升一度來 它至少一千年以上 才能夠把熱能累積 把溫度提高到一度 但是我們因為改變了大致的組成 累積的過量的熱能 我們可以在100年的時間就達成了 因此我們現在是在做一個 非常可怕的科學實驗 我們把整個大致人 他所發生的速率跟進程 都大幅度的加速 但是問題不在這邊結束 而我們的問題才剛開始 在過去 尤其是過去半個世紀以來 我們地球表面的溫度上升的速度超過了半度 也就是比我們中世紀暖期還要高的時候 整個地球的表現跟過去就開始完全不一樣 我們在大氣 在海洋以及接下來我們地殼的一個表現 都跟過去有的不一樣 因為它改變了我們大氣海洋地殼之間的 這種能量平衡 這種明顯帶來的結果其實超過我們的想像 但是我們往前陣去看的時候 在這個世紀結束的時候 也就是我們現在要經歷的這100年 我們溫度的上升量來要比上一個世紀至少高兩倍以上 我們在這上看到的這個綠色的線 已經是不可能了 因為那是強力簡單減碳才會達到的一個結果 我們知道這個現在是全世界沒有辦法達到的一個目標 所以我們是不可能在綠色的 我們也不可能走紅色的 因為紅色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個潛景 它帶來的災難造成的衝擊是我們人類社會沒辦法承受的 我們現在走的是黃色這條路 也就是中間現在經過各個阿根會議以後 大家決定了一個 但是這條路呢 它讓我們在這個世紀結束之前 我們在這個世紀所增加的溫度的上升量 至少是上個世紀到兩倍以上 所以我們現在來只有一個 我們面對的來是一個高溫的未來 我們的溫度在這個世紀裡面所上升的量 是比我們上個世紀至少到兩倍以上 它所帶來的衝擊其實我們現在做不出來 因為我們所有的邊緣條件都沒有辦法在這種高溫的環境之下 去得到一個我們可以收斂的結果 所以我們未來其實是一個不知道的 但是我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們的溫度的上升量 要比上個世紀氣大而且要快 這是在溫度方面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了 我們的這個除了大氣層的溫度上升以外 我們的海洋其實在過去這段時間 扮演了一個調節跟一個約制的角色 它把我們過去 累積在地表的熱能來 其實大部分都把它吸納在海洋裡面 所以從大概1959年一直到2008年這段時間 我們把所有全世界海洋所量測的溫度 都能回升起來 得到這個盤點圖 我們先看很清楚 圖上大家看到了越紅越深的地方呢 就是海洋在這段時間裡面它的溫度增加得越遠 非常的快 非常的多 我們現在從我們累積的資料可以估計出來 在過去我們因為把溫室氣體含量增加 所攔截在地球表面的熱能 其實90%是進入了我們海洋裡面去 我們海洋其實幫助我們做了一個調節跟和緩的角色 我們在過去100年只增加了1度的上升量 是因為海洋在這段時間把大部分的熱能吸納到海洋裡面去了 但它也付出了產重的代價 它把這個海洋的溫度由大幅度上升 海洋上升的這個幅度不但是大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深遠 它深遠到一個什麼地步呢 就全部都回去 它大概是整個我們現在看的是表面的這種分布 它其實它真正的分布是在2000公尺以上 到海洋它的溫度都在增加 所以當大氣的溫度在增加 海洋的溫度也增加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好像進入了一個深溫的房間 我們所有的物理條件都在改變 這個改變它帶動了海洋跟大氣的一個平衡條件的改變 同時也帶動了所有地球表面 水溫的循環跟那個季節的登記 我們台灣在過去100年的時間裡面 我們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們的溫度就是大家在圖上所看到的紅色這條線 這個長期的趨勢跟全世界是一樣的 它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快速地增加 然後有30年的平穩期 在1980年以後再一次增加 從2000年以後再有平穩期 我們現在估計大概在2015年以後 我們會進入到第三波的溫度快速上升期 這種階梯式的轉變 其實跟大氣裡面溫室氣體含量上升 是不合的 它這個不合就代表的是 我們的大氣跟海洋其實在不斷地交互 不斷地在彼此作用 海洋在這段時間發揮了一個調節制約的功能 讓我們的溫度是在緩慢上升 而且是階梯狀的 但是它的方向來卻非常地清楚 一直不斷地要往上 我們台灣的過去100年來 我們的上升量大概是1.4度 比全球的平均值略高 但是上升的過程裡面 我們卻經歷了完全不一樣的環境 第一個改變其實是我們在1950年代的時候 我們夏天的改變 在1950年代以前 我們的夏天是相對良的 1950年代就是高溫 在1980年以後我們台灣進入了南東 所以我們的一年世紀 在這百年時間裡面就改變了 除了我們的季節性改變 我們的降雨的形態有不斷地改變 我們可以看到1950年代 台灣的降雨跟溫度是平行的 溫度月到我們增發時來省氣月多 它也開始在阿基層裡面降落更多的雨 但是它上下波動其實是 對不起 它上下波動其實是非常非常地和緩 它所帶來的衝擊也非常非常地小 可是到了1950年以後 我們好像是邁過了一個門檻 這個門檻一賣過以後 降雨跟溫度的上升就開始脫鉤 我們的降雨形態開始呈現 像我們所謂的民潮飛車市 它是從高峰到低谷 再到高峰到低谷 一直反覆不斷地發生 不斷反覆不斷地發生 每一次發生的間隔的時間 也在不斷地縮減 它的頻率越來越快 它的尺度也越來越大 我們可以看到每一次的所謂的低谷的時候 都是臺灣的降雨 比較低也是臺灣的乾旱期 我們在過去60年的時間裡面 已經經過了四個乾旱期 我們現在正在進入第五個小小的乾旱期 過去乾旱給我們水資源的咖啡 帶來很大的衝擊 像輝瑞水會就是因為這個乾旱 所催生出來的一個公共建設 但是現在我們最大的問題 其實已經不在我們的單項 而在我們的降雨 我們的降雨強度從1980年以後來 因為溫度上升開始大幅度 而且是倍數的成長 這個是我們臺灣現在最大的問題 大幅度的成長給我們帶來 非常可怕的一個好雨的影響 但是我現在要提醒大家的是 未來我們的溫度會從2015年以後來 還會繼續上升 而在這個世紀裡面 我們上升的量是過去一個世紀裡面的量 倍以上 所以我們未來的降雨強度 其實還會在大幅度上升 這是我們現在做不出來 我們只知道說 瓦拉克斯把一年的雨量 在三年的時間降到我們的阿里山 但是未來這個時間會更短 然後它所造成的衝擊也會更大 這是我們必須要去特別注意的 所以未來的降雨好雨強度的變身 是我們將來不可以忽略 而且要特別注意的一個課題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這張圖 這張圖在水平中 就是降雨量指數 越高的話 表示降雨量的強度越大 我們這個垂直走 就是影響區域指數 越往上的話 就影響台灣的面積越多 如果說影響指數超過14的話 它影響的面積是超過台灣的一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只有在20000年以後 就是2000年以後 台灣的降雨強度跟過去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的降雨強度不但是非常的強 它影響的範圍非常非常的大 它影響的不單是在2001年那裡的北部 2008年的新德州的中部 以及2009年的南部 它其實是涵蓋我們台灣每個地方 今年2012年蘇拉 它的降雨量其實也很大 它的影響的範圍也很高 可是我們相對說到的總體跟前面三次就差很多 它告訴我們說 我們今年做好了防災的工作 我們的損失就可以降低很多 這告訴我們說 是的 面對氣候暖化 將來我們的降雨強度還會繼續增高的時候 我們最好的策略就是要努力的做好防災的工作 除了我們剛剛看到的 大家看到我們的大氣層的溫度會繼續升高 我們海航的溫度單在提高 帶動了大氣海洋之間 所有交互作用的改變 降雨強度改變 我們的四季形態改變 更可怕的是我們現在 地殼表面的溫度也在升高 我們現在看到了這個上面的紅色的線 是這個過去大氣層的溫度 我們藍色的線在地表 將於一公平深的平均溫度 這個溫度過去來相對比較低 而且非常非常的平穩 它受我們人為的影響其實是非常非常小 是看不出來的 但是隨著暖化 我們過程的熱能留在我們地表以後 它不讓我們地球像裹著一個厚厚的坦汁 把海航的溫度也升高 地球裡面的熱能也沒有辦法 隨著地球表面把它順暢地釋放出去 把它釋放到大氣層 因此我們地球表面的波紋的溫度 它的溫度就是亮成 上下加工 上面也熱 下面也熱 所以它的溫度就開始大幅度上升 而且上升的幅度非常非常的快 這件事情全世界除了南京大陸 我們沒有關注資料以外 現在所有的大陸 我們各大洲一個有1000多的戰 包括我們台灣的 通常都顯出同樣的結果 都在不斷地上升 上升所帶來的結果 其實非常非常的深遠 因為這個現象現在正在開始 所以我們知道說 現在不但是發地層熱 我們的海洋溫度提高 我們地球表面的熱能也在提高 熱能一提高以後 所帶來的結果 就讓全球各大板塊 它們之間的交通作用 它們之間的互動都開始提升 台灣就是在一個板塊 活躍的一個邊緣 我們在西菲律賓 海板塊跟歐陽阿板塊相接的邊緣 這個板塊它現在還是不斷地起雜 每一年從萊米一直到 溫度這個地方 就縮短8分分 告訴我們說 這個雜的力量其實非常的強 而且它累積的力量 硬力在我們地球下面其實不斷很多 而且地球有著不斷的運動 所以台灣就是一個地震頻發 而且地震規模常常會很大的一個地方 所以地震對我們來說 本來就是一個我們必須要接受的署名 而且是我們一個很可怕的災害 可是隨著氣候暖化 當我們的力格的溫度也升高的時候 地震的規模頻率 它發生的影響 現在也變得非常非常高 我們可以看到 從1973年一直到2011年 全球規模大於7的地震 它的個數過去大概是一年大概是10次 到了1990年以後 它突然躍升到了大約14C左右 現在最近兩年 我們可以看到它又繼續上升 到了20C左右 跟這時候來比的話 它真的增加了一倍 那這個趨勢其實非常的清楚 隨著我們這個暖化的情況 這個暖化我們現在已經不叫氣候暖化了 我們叫全球暖化 因為因為它涵淫大了大幾層 涵淫大了我們海洋 涵淜大了我們的地殼 因此它帶動了能量的增加 地地殼 地球呢 也不斷地把能量收拔出去 反應在地震活動上面來 就是不斷地增加它的次數跟規模 我们看到过去100年 全球大地震发生的次数 其实是每一年都有 我们估计每一年 我们可以看到 光规模器放的地震来 都会在10到20次左右 但是其中有两个时期 是非常的关键 它不但是地震 它的多而且规模特别的大 一个是1950年代 1960年代这段时间 所发生的大地震次数 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它特别的突出 尤其这个地震来 规模是超过9.5米 那接下来就是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了 两天天以后 我们的大地震数目 就开始出来了 只是过去这段时间 大地震发生的时候 它距离我们很遥远 它都是在南极圈 北极圈的范围 对我们人类造成的伤害 相对比较小 现在地震开始它发生 而且次数很多的时候 对我们造成的影响 已经开始变大了 因为像中文达地震 日本的地震 跟四里北部的地震 都只靠近大城市 大来的伤害特别的严重 我们台湾的过去100年来 曾经发生过三次 规模超过7 死亡人数超过1000的 比较明显的这种大地震 整大地震的发生 其实我们回头去看 跟我们邻国的日本 有非常非常密切的一个关联性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次 这种发生大地震以后 我们台湾接着就发生了一个地震 我们可以看到 1896年的三路地震 接下来就是 1906年的台湾嘉义美山地震 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 接下来我们有 1935年的新竹苗绿台湾大地震 接下来在1995年的 板均地震 我们就有1999年的奇迹地震 换言我们说 日本发生地震 其实就是改变了 这个板块之间的平衡 它这个能量被释放出来 它该对板块造成了干扰 而这个能量会有一部分 到台湾这个地方来 营及我们台湾板块的 能量带动度 它的不稳定 也增加它的释放的机会 然后就会产生地震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了 去年3.1日本发生了 东北湾的大地震 不但是规模非常强 它造成的伤害也非常地大 因此对我们台湾来说 从过去的历史地震 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台湾要预备 下一次可能会发生的大地震 这个地震什么时候来呢 我们现在从历史的这种经验里面 过去从日本发生 到我们台湾发生 大概要建立了十年 但是最近这一次 从百城到积极 它已经缩小到只有四年 一个是1995 一个是1999 所以告诉我们说 其实其中党化 已经改变了它发生的频率 和改变发生的形态 那以这种条件 我们去看的时候来 它是2011年发生的 所以我们以这个四年当中 我们一个最保险的时间 我们在2015年之前 我们一定要反对 有一个大地震发生的风险 那个大地震如果会发生 而也是在正短的时间 我们大家一定非常关心 它会发生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可以把过去一百年来 它会发生规模超过六以上 对我们会造成伤害性的地震来 把它列出来的话来 主要第一个 它是在我们的东部地震带 包括了我们发炼台东 跟它的外海 那东部地震带一般来说 它的地震发生的次数比较频繁 它的这个深度通常比较深 对我们的影响来通常比较小 我们另外一个比较关注的 就是我们的西部地震带 我们的西部地震带来是 沿着北岸高区分布的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新竹苗栗的地震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西部地震在这里 我们的梅山地震在这个地方 它刚好沿着这个湖形分布 这个地震不但是它的正约浅 它的阴谋通常非常的大 是一种非常灾害性的地震 我们觉得说未来 这个要发生大地震的话 这是我们最需要防备的一个地方 它刚好沿着我们的山路 而且都沿着这个断层分布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呢 就是我们的东北地震带 东北外海地震带 包括我们的宜兰 以及我们的台北都会区 那宜兰这个地方 它也是一个 它是板块下坚以后 这个地方 通常海潮张内的一个位置 它的地震比较多 规模通常也会比较大 它比较危险的是说 如果它发生在海底的话 它会带来海象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需要注意的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台北都会区 我们台北都会区 现在因为能不断的增加 它的热能不断的提高 它在地下水位不断的上升 地下水位里面膨胀有大的效益 其实也让它断层的活跃性开始增加 因此台北都会去发生地震的风险 其实也不能够把它忽略 因此我们觉得说 这些地方都是我们未来防范地震 最需要注意的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西南外海 西南外海 这边有个马尼拉海沟 这边如果发生地震的时候 这个地方也会很可能会造成错误 然后带来海啸 那这个海啸会沿着屏东高雄台南沿海来 会给我们带来伤害 宜兰外海也是同样的情况 如果这个地方发生了大的海底地震 它也会造成海啸来伤害到我们东北部的沿海 我们在清朝的时候 在乾隆的时候 有高雄地震 在同时的时候 有基隆地震 都告诉我们说 不是基隆地震 海啸 我们有高雄海啸 跟这个基隆海啸 都告诉我们说 我们这个地方 是有发生海啸的风险 那未来这个地方 是绝对不可以忽略的 地震 其实它带来的伤害 其实远远超过其他的自然灾害 我们看到了1980年 一直到2011年 我们整个的这个地震 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经济诊 地震都是最突出的 这是1995年的百层地震 2004年的苏梦达拉地震 2008年的温川地震 2011年的海军支离地震 以及去年的三英日本地震 三英日本地震 造成上海非常非常大 但是更可怕的是 大家看这个趋势 这个趋势其实一直不断地上升 告诉我们说 未来防灾 是我们绝对不可以轻呼的一个个题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个危机 正在领导我们 而是我们过去没有碰到 我们过去有碰到豪雨 我们有碰到台风 我们有碰到地震 也有海啸的经验 但是这个经验 是我们人类过去 没有的就是海平面的上升 海平面上升 就是因为大家看到 我们在图上 所有高山的冰川 因为暖化的关系 不断地消融 消融的水灾 现在正在领导到我们的海里面 那大家在图上看到的是 美国 蒙泰娜州的冰河 国家公园 它已经成为了100年了 100年前有150条冰河 现在只剩下25条 每一条冰河 都让大家在图上看到的 残破不堪 它在未来的十年之内 就是2020年 是完全消失不见 那高山冰川的消融 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景象 告诉我们说 我们已经把 我们整个冰雪圈的质量 从我们的陆地上 开始到我们的海里面去 它带动的冲击了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感受到了 那最近这两天的 威尼斯的新闻 其实就是一个提醒 我们在过去100年 其实我们的海平面 已经在悄悄的在上升 过去100年上升的量 大概只有20公分 其中有一半 还是热膨胀的效应 但是因为它只有20公分 所以大家不感觉到 它是危险 也不知道 不认为它会给我们大量危险 但是这个情况 随着这个漫画来 开始在改变 而且改变的量来 会非常非常的惊人 明年开始IPCC要出版 它第五版报告 在第五版报告里面 它最伤脑筋 目前也在最大 是幅度的要去做修正的 就是海平面 在未来这一个世纪 它的上升量会有多少 那目前从惠人的资料看起来 大概最少是100公分 也就是一公尺以上 它很可能是在100公尺 到200公分之间 换句话说 未来这100年 我们整个海平面的上升量 其实远远超过 我们过去的估计 远远把我们过去 所想象的来大很多 而且它是一个呆行的 从现在开始 未来的两三百年 我们的温度 跟我们的海平面 只有不断的升高 不断的增加 它所带来的冲击 是我们今天 所有科学的模式 我们实际上做出来的 因为我们过去 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人类意识上 也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过 那我们现在来知道 所有的高山冰单 其实不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因为它的所有的质量 大概只有18万立方公里 它对海平面的贡献量 只有半公尺 那我们现在最担心的 其实是两个大块 一个是北半球的格林兰 一个是南半球的南极大物 南极大陆因为太大了 所以太有南极东大陆 南极西大陆 跟南极半岛 南极半岛是最脆过的 它的质量 也跟我们所有高山冰单 同一个量级 它所带来的海平面 上升量也是半公尺 这两个半公尺 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 基本盘 我们这个世纪 大部分的海平面的上升 都是由这两个地方来的 那接下来 从一公尺到两公尺之间 它的冰雪的上升量 我们现在估计 一个是从北半球的格林兰 跟南半球的南极西大陆过来 那北半球的格林兰 它的上升量超过六公尺 南极西大陆 它的上升量会超过八公尺 南极东大陆 我们现在还不用担心 因为它现在基本上 非常的稳定 我们现在看一下图 这是我们的南极大陆 南极东大陆就是这一块 它是格林兰的十倍 那南极半岛是这一块 它会首先在这个世纪 大部分会消失物件 这就是南极西大陆 南极西大陆因为现在 有南极东大陆的保护跟护卫 所以它现在来相对比较稳定 不是我们最迫切 比较注意的问题 我们现在最迫切的来 其实是我们北半球的格林兰 那格林兰 它三百多万地方公民的冰雪量 其实非常的惊人 因为一旦融化的时候 海平的上升量会超过六公尺以上 它旁边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站 就是北冰洋 北冰洋跟南极不一样 一个是陆冰 一个是海冰 这个海冰受到的冲击 比陆冰要大很多 因为海冰雪在上升 它的上面的空气 也就是我们的大西城的对流城 温度也在上升 所以它两个夹击之下 让北冰洋在过去这段时间 它消融的比我们想象的 比我们攻击的要快 非常非常的多 因此当有一天 北冰洋消失不见的时候 首先受到冲击的 就是我们的肯定卵 因此我们现在看 未来的海冰面上升量 有多快 有多急 有多强 那北冰洋 它什么时候消失不见 是我们一个最关键的 一个前行指标 那北冰洋什么时候消失不见 今年给我们一个 大家想象不到的一个结果 因为在今年9月的时候 今年北冰洋海冰的面积 已经突破了400万平方公里 达到了341万平方公里 在20世纪以前 它在夏天最低的时候 它有900万平方公里 在1980年代的时候 已经低到 增加700万平方公里 现在更低到了 只有341万平方公里 因为从这样的趋势来看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我们前面面临一个 没有冰的北冰洋时间 已经越来越近了 那到底有多近来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惊人 已经超过了我们过去的想象 那北冰洋所扮演的角色 其实非常非常的大 第一 它先过去了 像一个大镜子一样 这边全部都是冰 所以把所有太阳的浮射来 通通都反射到太空去 它就把这个热门都排走了 但是现在它像一个海冰一样 当它消失物件的时候 所有的太阳热门都被 本冰洋所吸收物件 因此来增添满海水的温度 快速的上升 不但快速的上升 会让它埋藏在整个北地圈 不管是海底 或者路上的所有的这些甲烷冰 也就是固态的这种甲烷 它会快速的融化 然后释放到我们大基层 它的含量我们现在估计 大概是我们现在大基层 里面的一千倍 所以它带来的温室效应 它带来的暖化的数据 其实超过我们的想象 更可怕的是 它马上就带动了 格林兰快速的消容 格林兰快速的消容 所带来的冲击 会影响到所有世界上 影响所有的国家 因此它所带来的冲击 其实是非常小 可是非常非常的大 它什么时候会下次不见 那今年已经给我们的 一个非常好的 过去我们MCC给我们的估计 大家只能看到的蓝色这个 它的这三个模式 它的平均值 就是飞着这条线 从过去的估计 我们要看到北冰洋 有个没有冰的夏天 要到22世纪以后 才发生的事情 但是从两天年以后 我们观测的这个结果 就一直不断的下降 已经远远的低估了 低于我们过去 最悲观的估计 那今年341万平方公里 更是按照海平先生估计 整整提前了70年 它告诉我们说 其实我们的北冰洋 消失的比我们 要估计的不会快 它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模式 有严重的瞎吃 我们科学上 所对未来所做的估计 有严重的低估 这是我们未来防灾 最可怕的一个盲点 那未来北冰洋 什么时候的物件 从现在的趋势来估计的话 最慢不会超过2030年 最快的话 也可能在2020年的时候 就会完全呈现 下一个病的状态 所以这个时间 其实非常的快 从10年到20年 其实就在我们的眼前 所以大家都可以 在你的一辈子里面 可以看到 北冰洋有个没有病的夏天 那300万年以来 从来没有消失过 它只有冬天大 夏天小 但是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瑕疵不见 一旦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来 我们所经历的 这个终极是非常的大 现在所有沿海 这些蓝色的地方 都是未来 海平面开始上升以后 所第一线受到终极 它会慢慢地被淹没 而且淹没的会随着 这个格林兰 它的消融 会成飘飘式的这个增长 所以不管是在哪一周 你都可以看到 沿海这个蓝色的地方 都是最需要 现在开始做好防范的工作 尤其是中国大陆 跟我们现在关系 非常密切 但是它受的伤害 其实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台湾自己来 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台湾如果把 所有的山均地形图 把它画在上去的话 蓝色 深蓝色的地方 就是海拔高高低于20公尺的 低于20公尺的 也就是说 未来海平面 在这个世界 如果像那个IPCC线 估计大概在一公尺 到两公尺之间的话 那它水平可以影响的 这个范围来 大概是垂直的 十倍 也就是二十 所以我们把20公尺的范围 来用深蓝色去表示 就表示说 在这个范围里面 是这个世纪 我们台湾会因为暖化 因为格林兰消融 因为海平面上升 最需要防范 最需要注意的地方 它包括了 我们的北部的南洋 我们的台北 以及我们西部沿海 一直到澎洞这些地方 它所带来的冲击 其实非常大 今天我们把所有的工业 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居民 我们重要的店长 通通把它放下去的话 它影响是超过了 我们70%以上 那这次我们看一下 很简单的一些模拟 这是台北盆地 现在起了700多万人 在这个地方 可是未来 现在海平面的上升 它里面的水 不但是排不出去 未来海平面的上升以后 淹进来的面积 还会不断地扩大 我们估计在这个世纪之前 我们一定会看到 类似像上升三公尺的 这种角色 简直这种情景 那上升五公尺 跟十公尺的时候 也就是下个世纪的时候 整个台北盆地 其实都要疏在 不要离开 因此怎样 把700万人 在这么短的时间 在百年的尺度里面 去疏散 去离开 是我们政府间的 必须要去面对 而且要很快地去做好 对话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工作 我们的台中都会区 相对来说 是比较幸运的 因为它有一个 大富山台地 跟八华山台地 帮它挡住了 外面的海平原 不断地上升 土地不断地被淹没 基本上这里面 都是完整的 这是我们台湾 唯一可以留下来的 一块平面的地地 我们的高雄台南屏东 它受的伤害 也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现在我们大家 还有很多人 享受在这间 经济的发展 但是你要想想 未来的二三十年 如果我们现在 所投资的东西 我们发展的 不能够回收 我们现在其实不应该做 我们应该把我们 所有的资源 开始往这个高的地方 去迁移 这是屏东 屏东现在去 海平面还有四几公里 但是未来 当海平面上升到 四公尺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在海边 它大幅度地 改变了我们的台湾 我们受伤最严重的 其实是我们的 蓝阳平原 因为台湾是 板块挤压的导运 它其实 因为挤压的关系 还是不但能慢慢地往上升 只是上升的数率 太慢了 赶不上海平面上升的数率 但是蓝阳平原是翻过来 蓝阳平原是 中等海潮的难言 整个增幅海潮 因为板块的 这个拉着深的作用 它在慢慢地下沉 这是我们的宜兰 这是我们的罗洞 它现在满一年下沉 就是0.5公分 未来海平面 会不断地上扬 因此蓝阳平原 是为了台湾 因为气候暖化 海平面上升 所受伤最严重的一个地方 现在有50多万人 我们该怎样地去主理 去因应 这是我们台湾 必须好好去面对的 除了这个 海平面精彩的上升以外 它带来的 这种喊笑的冲击 其实我们完全不能够忽略 这次这个喊笑 它带来的冲击 就让大家措手不及 很多人 它只能够自己安然逃命 它所有的这个 灾产都已经消失不见 我在这边跟大家提醒的就是 如果我们不对未来 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把握 跟这个认识的话 我们就会有出其不易 攻其不备的踪迹 我们都省事会 非常非常的斩动 所有次胆的变化来 都不是像我们科学 所做的这一策 都是这样慢慢地 鉴定的 不是的 所有次胆变化 都是像都上大家 所看到的 我们的这条件 它都是突然发生的 当地球承受不住了 它没有办法维持平衡 它就一下子爆发出来 所有这些次胆变的这种 变化来 都是这样 都是胆变式的表现 我们现在还没有在 下一个胆变式表现 发生之前 我们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最好的就是要开始 做好准备 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要做好准备工作 未来台湾在灾海方面挑战 每一年我们一定会有台风 好雨 边水三分 水流 高温热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 但是除了这个以外 我还要提醒大家 面对日本 面对现代暖化 所发生的这种情况 我们在未来的四五年 其实现在已经不到 现在已经变了三四年了 我们会有避震 如果一定能发展海里面 我们还要预备海啸 所带来的冲击 未来十到二十年以后 我们一定会面临什么呢 面临海岸地湾地区开始 沿嘴暴潮 危险越来越高 你看这是三平台风所带来的终极 所有临海地方受到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这就是我们未来台湾必须要开始去面对的 而且大规模班前是绝对没有办法逃避的 我们面对这个终极了我们最好的这个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强化我们的基础建设 强化我们在观测能力上面 所有的这个能力 同时我们要很好很好的这个危机意识 帮助我们去知道我们的灾害什么时候来 我们在做研究的就是像这个自灾的方法 我们就站在船上面 帮大家往前面看 告诉大家前面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呢 现在大家最重要的工作是在后面 第一个要做好防灾的工作 要做好病灾的工作 防灾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把它落实到社区 这种工作的很有限 我们只有动员我们的社区 动员民众才可以把这个工作落实下去 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不要忽略避灾 有很多的地方一定要放弃 沿海的地方要放弃 土石流非常强的地方一定要离开 这些都是我们要去离开的地方 所以避灾的工作要做好 但是做好之前呢 一定要先做好永久性的安全区 一定要把这个做好 我们才可以做好避灾的工作 最后我们的救灾绝对不能够忽略 我们这个工作呢 是一个保稳又无愧的投资 今天我们都说政府呢 政府的基金都在亏本 但是呢 我要告诉大家 政府在这方面的投资 在这些灾难方面的准备 是绝对没有浪费 而且觉得不会后悔的一个投资 这叫什么呢 就像把我们的口罩补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不把这个补起来的话 我们赚了再多的钱 一个灾难以来 全部都存在地 这是一个美国去年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例子 美国去年我们也密斯均 发了一个非常厉害 这是这个天纳西州的 农菲市场 你可以看到这是原来的密斯均 和这是两万被淹没的样子 但是呢 就在被淹没的时候呢 有一家 他就把他的周围来 用土地把它通通都盖起来 他当然不能够让这个红水不淹 他不能够让这个大水不来 但是呢 他可以让他家园 因为有了适当的保护 可以减少他的冲击和准时 今天我们台湾也是一样 我们面对气候暖化的冲击 我们绝对没有办法阻挡 气候不暖化 我们没有办法不让这海平洋不上升 但是我们可以做好我们所有防灾的准备 这些防灾的准备是长期的 我们一定要从百年的制度回头来看 我们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我们国家该怎么做 我们国家该怎么采取一定的措施 面对这个来 我们就告诉大家 我们台湾就像一个船一样 这个船还是我们的旧领船 有一天就算有一天 热到南极东大陆都溶掉了 全球的海平面加上热门道 我们估计一百公尺以下 可能都会被淹没 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之下 我们台湾还有三分之二会被淹没 台湾是一个不成的航空物件 在这个情况下没有发生之前 其实我们还有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土地 我们可以好好的规划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在我们最坏的能源这方面加强 我们在粮食公共卫生水质方面 都要想办法去做好未来的因应 更重要的就是未来海平面的上升 未来好与强度不单的增加 我们该怎样的去规划我们的未来 怎样去做一个方舟岛 让我们的台湾不但能够面对期望 还可以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做好 我们未来发展的准备 不但我们自己可以存活 我们还可以变成周围国家的一个 很好很好的一个帮助 那我今天很简单的 就用一些图表来跟大家分享 希望我的分享可以给大家带一些帮助 谢谢大家